这个视频你们信吗 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啊 反正我是不太相信 冰块放到保温杯里 再用开水煮半个小时 那冰块都不化 这不科学啊 所以啊 视频同款的保温杯我买来了 开箱 送了一个刷杯子的 首先咱们看看这个杯子的颜值 这颜值是必须好看 这杯子花了我将近200块 它不好看 对不起这个价格 首先来看看这个杯子的 第一个特点啊 就是可以单手开盒 按住这三个钮 确实一个手可以打开啊 而且它这个里面是 确实没有螺纹的 然后单手盒上的时候 往上一提 OK 这个就锁死了 接下来咱们看看 它密封性怎么样啊 咱们把可乐倒了 然后疯狂的摇晃 看看它会不会露出来 OK 123开始 没问题啊 它这里面 一点都没有散出来 它这个密封性绝对可以啊 说实话啊 这么贵的杯子 你要是密封性都不好 你那真是说不过去了 还有啊 据说这个字 只有不到五个人能打得出来 如果你能在评论区打出来 我就挨个回复你大哥大姐 接下来咱们来测试一下 它的保温效果 这个是我刚烧开的热水啊 OK 盖上盖子的 这样我把它放到冰箱里给冻上 冻几个小时以后 咱们再看看它水温 到底怎么样 好了 这杯水冻了有四个小时啊 咱们看看它里面 到底温度变没变 哇 我们看看它的温度啊 现在还有24度的温度 感受一下 哇 它这个里面的水 现在居然还有一点点烫手 你们可以看啊 它现在在冒气 再测一下的这个温度啊 哇 55度 那看来这个杯子保温效果 确实可以啊 那么接下来咱们试试 它的保冷效果怎么样 接下来咱们往里装点冰块 然后放热水里面煮半个小时啊 OK 半小时 计时开始啊 好了 时间到啊 兄弟们啊 我就不信半个小时了 冰块还不化 听一声 好像还有啊 打一看啊 哎我去 哎 煮了半个小时啊 它这个冰块还在 而且根本就没化多些 下来咱们